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九头身美少女也43岁了 在未婚先孕的未男友纪晓波生下了四个孩子之后 她仍被豪门拒之门外 最近纪晓波深陷破产风波 这又一次将吴佩茨推上了风口浪尖 43岁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搬回台湾的吴佩茨 原本应该拥有自己的辉煌事业 但她却选择退圈 等待 驾豪门 如今看来真的值得吗 如果值得 为何生了四个孩子依然难嫁 吴佩茨又为何独独对季晓波那么痴情 这背后的原因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先来回答吴佩茨为何独独对季晓波那么痴情 再来回答为何季晓波不愿意娶吴佩茨 女星想嫁入豪门 在我们看来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当一个豪门久功不下时 一般女星们都会及时直算 继续寻找下一个机会 比如李嘉欣 当时卯足劲都没能嫁给刘鸾雄 后来兜兜转转 他成功的嫁给了许景恒 但像吴佩茨这样 对同一个豪门那么执着的倒很少见 其实在认识季晓波之前 吴佩茨的感情经历就一点也不简单 之所以他选择一定要在一小波这条路上走到天黑 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的 吴佩茨1978年10月4日出生于中国台湾新北市 母亲是中美混血 他则完美地继承了这个混血基因 人量调顺 与为了补贴家用而加入娱乐圈的女明星不同 吴佩茨的家庭条件很不错 吴爸爸最初的工作是施工老板和承包商之间的联络员 后来经商热潮新企业 吴爸爸创办了一家铸造厂 凭借手中积累的人际资源 吴爸爸将铸造厂办得红红火火 虽说吴家算不上是大豪门 但吴佩茨还是从小就被当成公主在养 就这样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吴佩茨 转学到华刚异校 与大小S级阿雅成为了同学 当时这个突然出现在班级中的转学生 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的颜值实在太高了 小S在康熙来了里回忆过这一幕 他说大S在看到吴佩茨时 立刻脱口而出 这女的还蛮正的 把她纳入我们旗下 后来吴佩茨果然成为了七仙女 姐妹团的一员 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暂且不必要 接着讲 吴佩茨到来后在华刚异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个颜值和气质都在线的转学生 立马就成为了全校男生的女神 多年后当大家回忆起军训时的情景 直言只有吴佩茨才能将内身服装穿得像美少女战士 从小就因为美貌而频频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吴佩茨很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在上学时他就当起了兼职模特 不过虽然吴佩茨的颜值可以说是妹桃里最高的 但当时却没有人敢追他 至于原因嘛 用小S的话来说就是太白目了 小S曾这样评价吴佩茨 论美貌他第一 论身材他第一 论性感他第一 论白目他第一 意思是吴佩茨说话不留性眼 很容易因为说出事实而伤害别人 导致遭人白眼 有一次姐妹几个去做盲人按摩 吴佩茨大叫他们真的是瞎子 天呐 冷场了 因为吴佩茨眼光很高 说话又直白 追他不成 很可能还会被他羞辱 所以大家都不敢碰这朵带次的玫瑰 但真的没有人敢喜欢这朵玫瑰吗 当然不是 在吴佩茨20岁时 被音乐人张洪亮发掘签约到滚石旗下 张洪亮是著名的音乐人 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广道之恋等经典作品都是出自他手中 经过张洪亮的魔鬼石训练 在出道的第一年 公司就一口气为他打造了三张专辑给足资源 而他的伯乐张洪亮也被传出与吴佩茨的关系非同一般 不过当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出现时 张洪亮便成为了过去 刚开始吴佩茨很喜欢去这家店里吃刺身 一来二去两人便成为了干哥哥和干妹妹 再然后发展成为了关系非同一般的非一般朋友 吴佩茨曾说朋友都觉得他对我很好 所以干哥哥就变成男朋友 只不过吴佩茨的眼界很高 就算是家境英时的日料店老板 也没能在他身边待多久 他要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2005年 吴佩茨认识了苏典中 苏典中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设计师 曾与女神林志玲有过一段感情 但他也没能让吴佩茨停下追寻幸福的脚步 两人只是彼此生命中的匆匆过客 2007年 吴佩茨终于走到了距离豪门很近的位置 他认识了萨龙巴斯的太子爷施明廷 为了与吴佩茨在一起 施明廷不惜付出巨额分手费 与自己的空姐女友分手 然后猛追吴佩茨送花送包送名贵首饰 富少的追求令吴佩茨有了许多人生感悟 他说以前都是靠自己工作赚钱 人生突然就变成有别人送了 遇到阔少施明廷 吴佩茨还曾感慨 原来男人对自己的殷勤 还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呢 原来人生还能这么过 不过突然开窍的吴佩茨没能高兴多久 这段与豪门少爷的恋情 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结束了 原因是男方父母不喜欢吴佩茨的一人身份 这导致两人常常吵架 最后这段感情也就没有然后了 不过自此吴佩茨对自己信心大涨 他决定继续行走在嫁入豪门的康壮大道上 2008年11月 吴佩茨在乘坐飞机时认识了马来西亚籍富商 女的高颜值 男的多精帅气 理所当然的 两人走到了一起 大马富商身价过矣 是两大公司保利伯纳和海碟唱片的投资者 随着恋爱的深入 吴佩茨信心满满的向媒体宣布 他才是我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可能会在两年之后结婚 结婚之后我会退出娱乐圈 只不过这段恋情依然没能通过实践的考验 四年后两人分手 再然后经过徐静雷的介绍 吴佩茨认识了季晓波 季晓波早先是澳门的蝶马仔 简单来说就是充当顾客与赌场之间的桥梁 为澳门的大佬打工 虽然这个工作比较偏盟 但因为季晓波有强大的人脉 这个工作也令他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在认识吴佩茨之前 季晓波也是有故事的男同学 他与杨公如 林心如等女性都传过绯闻 但季晓波仍旧被吴佩茨的美貌给惊艳到了 他狂追吴佩茨 送包 送珠宝 送送送期间 吴佩茨对季晓波还不太上心 早期甚至还闹过分手 但因为季晓波实在太有魅力了 令吴佩茨无法拒绝 在季晓波给了个台阶之后 他又回到了季晓波身边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主动权就已经掌握在季晓波手里 因为2013年吴佩茨宣布怀孕时 已经35岁 甚至花五百日红的他已经等不起了 而季晓波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有钱 多精 帅气 2013年时 吴佩茨高调地公开 未婚先孕并秀出了大钻戒 言下之意似乎马上又要嫁入豪门了 这倒是很符合吴佩茨的梦想 毕竟他曾说过 我会退营 我会有梦幻婚礼 我会生小孩 老公会疼我 我会很幸福 在媒体的追问下 吴佩茨表示自己是个完美注意者 所以婚礼要等生完孩子之后 身材恢复了再补办 然而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8年过去 连孩子也生了4个 吴佩茨仍旧没有嫁入豪门 那么季晓波为何不愿意去 这个为自己生了4个孩子的女人 原因一 季晓波的生意比较特殊 不愿拖累吴佩茨 季晓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他的人生是既不平凡 也不平坦的 早些季晓波是澳门的迭妈仔 后来又自己跑去散白岛 开酒店以及赌场 这个行业鱼龙混杂 他常常被爆出欠债 破产 需要吴佩茨一次次出来澄清 起初吴佩茨还愿意出来替男友解释 表示要诉诸法律 但却换来了王思聪的一句加油 单亲妈妈 后来再解释也没有用了 因为关于季晓波破产的消息 已经层出不求 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近来因为种种原因 叠加在一起 季晓波在赛班的事业遭到了重创 坏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他被爆出欠债务实夺已 在赛班岛的酒店应付不出 大约每年4.2亿的执照费已停业 应欠有人1亿元未还 而被上诉追讨 季晓波的博华太平洋公司也宣布巨亏 金融街8号四季酒店旁有栋60楼的长租公寓 而吴佩茨原本被季晓波长期安排住的 那套租进不菲的公寓里 由于季晓波遭遇了事业上的困难 吴佩茨只能搬离了常住的四季酒店 他独自带着四个孩子返回台湾老家 偶尔被拍到 他喂食粉袋带着孩子们逛 评价超市 完全就像一个普通的妈妈 比起往常他已经低调了许多 从这个情况来看 季晓波不与吴佩茨结婚 应当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与恋人 季晓波希望孩子们有相对安定的生活 不用与自己一起承担风险 所以从这个点来看 季晓波还是个挺讲义气的男人 原因二 季晓波不愿与高调的吴佩茨走进围城 季晓波与吴佩茨恋爱初期 曾经闹过一次分手 当时两个人都还没有确定好关系 吴佩茨便急不可耐地向外界表示自己 快嫁入豪门了 很显然当时的吴佩茨 又犯了小S所说的百目问题 不知道是应该说他胸无成福 还是形式鲁莽好呢 总之这个鲁莽的举斗 一下子就惹闹了季晓波 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 后来吴佩茨的狗狗生病 季晓波主动安慰 心情失落的他 不知怎么的两个人又和好了 随即2013年9月 吴佩茨透露自己怀孕4个月 孩子的爹正是季晓波 与别的女性喜欢 隐婚隐喻不同 吴佩茨的这份主动 真的让人大跌眼镜的 对于结婚 季晓波是不治可否的 2014年2月17日 吴佩茨独自在医院里 泼妇生下第一胎女儿 季晓波没有出现 2015年11月17日 吴佩茨再度泼妇生下儿子 这次季晓波终于露面了 2017年6月22日 吴佩茨又生了一个儿子 季晓波连儿子百日宴都没出现 2020年1月13日 吴佩茨又生下一个女儿 从2014年到2020年 在6年的时间里 吴佩茨连续泼妇产4次 平均1.5年一次 这么频繁的泼妇 对女人的身体伤害有多大 相信当过妈妈的人都知道 题外话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自己的女人 应该不舍得他这么频繁的怀孕吧 按理说 有个女人这么活出命 为自己生孩子 季晓波应该很感动的 于是很感动的季晓波 给了吴佩茨每个月8万块的零用钱 以及一张随便刷的卡 将她安置在酒店里 而季晓波自己呢 在与吴佩茨恋爱生子期间 一会儿和影儿传出废文 一会儿又和林玉传出关系非同一般 让吴佩茨到处忙着救火 为男友澄清 回忆下 在两人2012年底分手那次 吴佩茨曾低姿态地表示过 我觉得我不够拼 付出也不够多 季晓波是个生意人 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自己在这段关系中 已经占据了主导权 即使不结婚 吴佩茨也不会离开他 更不用说 如今的吴佩茨早就退出了娱乐圈 他再没有退路 对于季晓波来说 计程人显然已经有了 那么为何要结婚 为何要主动找个人来管住自己 原因三 季晓波的母亲不支持 季晓波的母亲叫崔丽杰 她可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 她的能力一点也不比自己的儿子差 崔丽杰可不喜欢儿子 找一个高调的女人 毕竟崔丽杰曾经说过 孩子随便生 想进门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就戳破了吴佩茨 想要嫁入豪门的希望 但早已没有了退路的吴佩茨 还是想要再争取一下 眼见生了这么多孩子 崔丽杰仍然没有松口 吴佩茨只能改走攻心路线 当年吴佩茨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转发了婆婆与奥巴马的合照 大赞婆婆最棒 可以对马屁拍下来 婆婆崔丽杰愣是没什么反应 为了讨好崔丽杰 吴佩茨曾经花费十亿 订做了两条水晶巨龙 送给婆婆塞班岛正在装修的酒店 说到底崔丽杰不喜欢吴佩茨 不仅仅是因为吴佩茨的女艺人身份 还是因为她是个高调的女人 季晓波母子俩从事的是偏门产业 如果吴佩茨常常在网上炫富晒照 一定会令人对这对母子的背景很感兴趣 而这对于季晓波母子来说绝不是好事 如今看来 吴佩茨想要嫁入豪门的路 已经是越走越窄 而娱乐圈已经没有她的位置 造成这个举步维艰的局面 是谁的错 是季晓波的不娶 还是翠丽杰的强势 或者是 欢迎留言给辣妹 谈谈你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视频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视频